洞顶巷排水溝 年久失修导致排水不凉 雨水掏空陸基且恐有连带造成挡土墙倒塌的危险 让民众十分担忧 这就是水大 如果大水 有去天的时候都水很大 像这个枸子也是这样 水都拌过那个枸 拌过那个枸就都怕 我那个枸也都把枸架放在那里 就是水不通 如果像做风太 或是说大火 这水都不通 水到那里都不通 所以说这样也是有需要改善 现在就是说今天这岳边掏空 当时倒下来我们也是安全问题 日前仙月油耗接获陈情后 也要极限府相关单位人员前往会看 判紧速修缮排水溝 保障地方环境安全 在这条水溝的话我们看到说 因为它久久未修缮 那其实这个挡土墙的部分 它也因为水溝的这样子 已经久久未修缮之后 它随时有可能大雨一来 大水一来 它如果水溝一做破坏的时候 它这个挡土墙 它整个就会坍塌下来 就会造成民众他们不仅是在用路 以及包括他们查员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说今天的话 在这个我们地方民众陈情之下 还特别邀请县府 还来这边来去做一个修缮 县院友好也希望会看后 各单位人考量到地方安全性 紧速将排水溝修缮完成 那也希望说县府这边 道路养护科这边可以尽快 还请县长这边 县府这边能够会同工所 还能够把这个经费尽快提拨下来 还同时议员这边也可以用配合款 或是建议款的部分 还也希望说县府这边能够尽快协助 还对我们民众的用路 以及包括农路的一个边坡 都能够造成一个不较好的一个安全的处理 议长和尚峰也期许在回看过后 相关管理单位能考量到地方环境安全 紧速规划工程修缮排水溝 避免日后灾害的产生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